每年夏天,8月的马德里就变成了空城 高温的天气,加上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都有假期 让很多人都逃离马德里,去到凉爽的地方度假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也在北部进行了徒步驾车旅行 而今年,抱着同样的宗旨去一个人少 然后特别凉快,然后有山有水的地方 我们又重新回到北部 而这次,我们多了一个新的装备 一辆白色的小货车,开启了我们新的 西皮市房车之旅 从马德里开车到北部,大约五个小时的时间 马德里的干燥气候和北部的湿润是一个特别大的反差 在公路上开过,周围的石被从黄色进进来的绿色 而在即将到达陆地地的墓上 我们迫不及待地去了今夏,第一个海滩 来这里,出发的 鸣的比如他们上 现在是 uno那个一群的卜物 但是他在这群物上 现在是三群人的要求 海滩里面的日子 海滩里面的同时 海滩里面 海滩里面的状态 海滩里面的雨滩里面 海滩里面的 decir 海滩里面的地牧里面 第一站是Lago con Varonga 它位于西班牙北部Astudia的一个天然湖泊 为了第二站能早早到达那里 我们订了一个录音地 叫Gambin de Bigoy Loba 欧洲之风录音地 它是位于欧洲之风这个国家公园之中的 所以在5个小时之后 我们就要到达了这个满眼神绿的时间 戴的还是录音中最基本的装备 一个简易的二人帐篷 两个睡袋 两个充气床垫 充气枕头 如果你想在野外做饭 那就再加一个便鲜碗丝和一些简易的锅碗瓢盆 有了这些 大自然的每一处都可以是你的落脚底 在它的怀抱中醒来 开启你的一天 开启对 这边我们做了一个游泳的地方 有很多人在这季度 这边我们做了一个游泳的地方 我们做了一个游泳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带更多东西 我们做了一个游泳的地方 我们要做了一个游泳的地方 我们把游泳的地方 我们知道了 我们的游泳后 我们来可以带更多的地方 我们拿下游泳借 做了一杯子 那我们要持有空 正面上到那儿 现在我们要吃好不能来吃 最开始想去这个湖泊 是因为朋友发过我的一张照片 但是因为这个湖泊处于高山之中 非常多物 而我们去的那一天 刚好也就遇到多物的这么一天 其实还蛮有另外一番风情的 最后一天的一天 恭喜这个湖泊处于高山之中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湖泊处于高山之中 但是我们在英国里的湖泊处于高山之中 我们不看到了 这里就是湖泊处于高山之中 我们在欧洲之风的录音地一共带了两碗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录音地 而它的配备设施也是非常齐全的 这里是一个检署的 这里的带口 一个参数长 可以剩下的 一碗一锅 一个面试不计 这就是个检署的 而且我们都在那边 这就是一个检署的检署 一个检署的检署 这里是一个检署的检署 而从这里之后 我们就开始 我们嬉皮试试的 房车录音之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